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验该多锻炼锻炼 大子 把这个爪子咬断 洛书 你看 不错不错 年少有为啊 就算鬼火明确的爪子很锋利 想要这么轻松的剖开他坚韧的毛皮 绝对要有十分强大的力量才能办到 这小子 此生就不简单 前辈 你们是 陆王前辈 我们是汉中基地市的人 老季 小高 你们先吃 我过去一下 什么事 陆先生 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了瘟疫 现在 瘟疫已经在汉中城内扩散 整个城区已经被封锁了 发生瘟疫 你们找研究员呢 找我干啥 我能治瘟疫吗 你们让我去杀怪物还行 这治病我不会 我又不是医生 现在瘟疫爆发严重 所有被瘟疫感染后的怪物都很有攻击性 汉中市的顶尖玉士只有您一人 现在 只有您才能评定局势了 呃 这 老季 怎么回事 你也知道 我的两只玉兽 都是稀里糊涂白姐一样得来的 我这个顶尖玉士说实话 水得狠 这不是汉中出大事了 我不能不管 可是我这个能耐 外公 我们去看看吧 陆先生 季先生 高先生 你们请看 这三个人分别是一个月前 两周前 三天前感染瘟疫的患者 这是感染三天的患者 这种病毒 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 看上去倒是有点像某种 经典系列电影里的某种东西 这是两周的 接下来这个患者 没有传染性 是的 这个患者 经过我们测验 确实没有了传染性 带我去看看这个患者 这里是经过特殊改造的病区 哪怕遭受巅峰首领级的袭击 也能撑一个小时 请高先生放心 患者就在里面 幼虫子体 那也就是说 果然已经不是人了 副子 你扫描一下医院 好 这是 这是 怎么了高先生 你的表情很古怪啊 不好意思啊 刚才那名患者 看上去有点恐怖 没关系的 不知道高先生 是有其他发现吗 暂时还没有什么头绪啊 我还是回去找陆叔 问他有什么法子吧 要杀死这些小虫子吗 等等 你扫描一下整个城市 就不用给我传画面了 直接告诉我什么情况 木齐还没有遍布整个汉中市 但在汉中市的一部分街道 还有墙壁和行人的衣服上 都寄生着这种幼虫 万扎朝皇 新章开启 每周三连更 精彩呈现 不容错过 请看苏绿夏 一心换抖 密西配角的别养人生 一早淡如黄金的新时代 未知的旅程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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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的旅程充满三 小闲 即使的旅程充满了期待 竟然累计成长在瞬间 训练快收成微信伙伴 世界在变上 也在变 心中的梦想越来越清晰 跨越危险 寻找新机会 于是的力量拯救着世界 和怪物一起 勇敢向山坠 心机远的勇士打破了阶线 陷到梦想和温暖 少年们在一起飞 于是的天下